是水果麗,你有發現我長大嗎? 是水果麗,你有發現我剛才又長大嗎? 今天在下雨就是我們開個視頻來教大家怎麼切鳳梨 那我手上的這兩顆鳳梨有一個是比較圓圓胖的 這個是西瓜鳳梨 那待會我切開的時候大家就會看到它肚子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蜜鳳梨,就是我們的17號金狀鳳梨 是水果,哈囉,我是水果麗 你有發現我又長大的嗎? 我們切鳳梨的話,如果你要洗的話,就是前一天要洗好 因為我們在切的過程中,我們的鳳梨是不能碰到水的 水碰到鳳梨效果之後會活化,活化會有你的舌頭 第一個步驟呢,我們先把頭尾切掉 其實切鳳梨很簡單的喔 不行,你就幫我拿一個垃圾袋 頭尾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我們就按照這個弧形 順順的把鳳梨切過去 最主要就是我們牙眼的地方就是要切掉 這樣子 就按照這個圓弧形切 切起來就會很漂亮喔 西方鳳梨的部分它中心的梗是比較硬的 所以也是一樣就是你先把前套先切掉 然後之後呢,也是一樣就是按照圖形的部分 慢慢的往下切下去 然後它過它的牙眼就可以了,其實很簡單的喔 如果買鳳梨回去自己切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非常的簡單 而且鳳梨它會出水 會建議說就是 帶新鮮的鳳梨回去切 這樣子切碗邊一下會更好吃 好,來,我來切喔 所以我們也想要吃這個 西瓜鳳梨的話喔 沒關係喔 西瓜鳳梨的話它中間的部分 所以它這個梗會比較硬 所以到時候我們幾乎是 這一個是金鑽鳳梨 這一個是西瓜鳳梨 你想吃這個嗎 好,來,我來切喔 所以我們也想要吃這個 西瓜鳳梨的話喔 沒關係喔 西瓜鳳梨的話它中間的這個梗會比較硬 所以到時候我們幾乎是 對啊 這是一塊一塊的 你喜歡吃鳳梨嗎 喜歡喔 西瓜鳳梨 那你現在幾歲 西瓜鳳梨的部分呢 切起來它顏色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它主要看也不太會變色 然後金鑽鳳梨的話 它中間也有一個梗 可是它的本香味 它沒有西瓜鳳梨這麼得益 所以我們待會 就是切金鑽鳳梨的時候 我們中間的梗不用去掉這麼多 我們只需要 如果有些人是它沒有切掉 如果說我們金鑽鳳梨切的部分 就切一點點就可以 你看這樣比較就看得出來了 對,我們金鑽鳳梨的部分 為了好吃齁 我們就切一點點 好吃嗎 好吃 來,這邊齁 先吃看看 金鑽鳳梨也非常非常的好吃齁 你們喜歡吃什麼鳳梨 喜歡吃西瓜的 你喜歡吃西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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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們只要切鳳梨切 兩顆切起來根本不用到五分鐘 只要切鳳梨一個平均 只要花二點多分鐘 也就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 所以建議個人的話 就是可以買一整顆的回去齁 然後我們就是在裡面練習練習切 對,而且現在在法育期間的話 下雨才可以切齁 然後一時間多吃一些鳳梨 可以增強一些免疫力齁 這樣子鳳梨就完成了齁 大家好 我是水果妹 請問我們的頻道請按讚 訂閱 訂閱 開小鈴鐺 掰掰 bye ben 好不好 里面 行